Hello 各位好 這裡是星期二娛樂版 今天是2021年12月16日星期四 雖然樂壇已經改朝換代 從來都是的 哪一行都好長江後浪都是推前浪的 MIRROR和ERROR雖然聲勢很大 也有不同的鏡粉404力支持他們 但一些巨星級的藝人地位 其實依然都可以鞏固 擁有長情粉絲的支持 我講的是誰 我講的是剛剛在星期六 即11日踏入55歲生日的天王黎明 獲得一班歌迷自發地搞應援和偶像慶生 在娛樂圈出現了三十多年的黎明 如果大家年紀大一點都一定知道 黎明當年有多紅 當然他原本的歌迷會 其實叫做黎明家族 就已經停收會員兼沒有再搞活動 所以有一班很詳情的粉絲 就在一年前成立了第二個 叫做黎明Leonline國際歌迷會 Fans Club 然後括著HK 繼續團結一起支持偶像 更趁12月11日 黎明生日那天 就舉行首次歌迷聚會 K黎明生日會 根據新歌迷會發言人表示 今次這個活動 其實是由會中的一些成員借出私人場地舉行 由於會成立到現在只有一年多 今次是首次搞應援活動 因為疫情和場地等等的因素限制 分了兩場去舉行 一共大約80人出席 生日會場地都花盡心思佈置 包括有兩個不同造型的1.8米高的Leon人形紙板 Leon的生日燈飾 還有名複合的生日蛋糕 有很多塊寫著Leon的金句版 Leon生日會的布置橫額 Leon歷年專輯的卷畫 還有很多幅不同時期造型的海報 上片等等 可以滿足了一群粉絲的打卡要求 其實身為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 在90年代就在紅片亞洲 他的粉絲出名熱情而且瘋狂 無論黎明去到哪裏 都有大批癡心粉絲等他幾個小時為了見他一面 不止 每年在頒獎禮上 他的粉絲都喊到喉嚨都拆開 幫他打氣 當年軟硬天師林海峰和郭文輝都說過 在萬千勇近心目中 黎明已經到了神的地位 而其他歌手也只是偶像 回看日期 之前我說過陳柏宇的演唱會請了黎明 原來那天就是他生日那天 其實說到黎明真的不得不提他的金句 不如我抽少少在今天和大家重溫一下 說起他的金句 不能夠不提就是這個空肚食早餐 這個也是最為人所共知的一句 原來這句話本來是來自杜汶澤搞的爛撅 黎明的本意其實是說空肚不可以吃生日冷夜 但最後就變了皆知學問的空肚食早餐 其次是我想大家都會記得的一句 核心外圍和核心內圍的問題 這個核心內圍其實當年就來自黎明 好像是在中環海濱 搞了個戶外露天的音樂演唱會 這個核心內圍和核心外圍就是這樣 而提到黎明最不能夠不提的 當然是他的一千零一段婚姻 就是和諾基兒那段短暫的婚姻 當時他和諾基兒離婚之後 就被問到他的對婚姻的身體法 黎明就這樣回答 結了就婚 住了就拆 喝了就走 他那個婚的意思 住了就分的婚是分開個婚 住了就拆 即拆火這樣拆 喝了就走 酒就是走 即是酒老的那個酒 好 這句真的不錯 我覺得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即是不能進錄 還有我括答 所以我不介意別人說我不括答 這句 還有衛蘭比電單車 這句我都很記得 還有這個 左手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還有一些人生用道理哲學型 做人做事 踏實 好過踏水 這句 所有美德都可以藝妝 只有修養是內在的 其實黎天王那些金句 真的很深入民心 而且很多時候 拿出來引用都用得著 那我印象中 反而我覺得 他好像在 黎明是很久 九十年代的時候 九九年 不知道二千年九九年 宣佈不再拿獎 打後他就已經開始淡出了 但反而在他全盛時期 我覺得他反而沒有那麼多金句 是他淡出了之後 才可能不知道 因為淡出了娛樂圈 發現了人生的哲學 才有越來越多金句 好了 重溫完黎明的金句之後 我們就說下一則的娛樂新聞 MIRROR的人氣勢如破竹 這些都不用我多說了 都不是今天的事 人紅自然是非多 因為多人關注 早前Anson Kong在IG發文 表達對他們剛開完演唱會的感言 雖然只有短短72個字 但惹來這個 退出MIRROR的移魂 為什麼呢 更加有些眼淚的網民 發現AK在IG的一個細節 好像在暗示要離團 事件也引來ViuTV的高層回應 馬上詳細告訴大家 MIRROR他們六指 就是AK、姜濤、Ian、Edan、Jer和Anson Lo 之前舉辦了兩場演唱會 AK在12月14日 寫了一些感受 Music on the road 每段旅程都會有開始與終結 或許我在路上不是最聰明、最出眾 但至少我努力過 謝謝大家一直支持 希望將來可以在不同的路上 繼續出發、繼續努力 繼續on the road AK這一篇感言 致女行間惹來網民覺得她要退隊的疑魂 就猜她暗示想離團 從這段感言裡的第一句話 每段旅程都會有開始與終結 還有最後一句 希望將來可以在不同的路上繼續出發 就看到離團的暗示 另外也有網民很眼淚地發現 一向都重視團隊的AK 竟然在他IG的個人簡介上刪除了對名 MIRROR那支 只剩下 Team AK 還有AK的Studio 還有個人品牌的名字 之後貼文下面有大批粉絲 湧入留言 我們一定跟你繼續走下去 你做什麼三分都支持 無論你走去哪都跟緊你 路很長 但一步一步走 以後的路三分都會陪著你走 對於一眾網民和粉絲過份的解讀 ViuTV製作部的副總裁 金廣誠回覆傳媒說 其實是並無此事的 說真的 跟隨種種的原因 其實網民都不算過份解讀 他真的寫到似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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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 這樣理解 這樣誤會了也不太出奇 究竟是什麼意思 就真的要AK自己才知道 好 講一下這個許廷鏗 最近頻頻出席這個活動穩真銀 14日那天他還聯同全民造星的參賽者 有女版姜濤之稱的阿弟 到了旺角出席活動 其實Alfred也承認 做了造星4的導師之後 其實真的有大挾了他的 多了客戶邀請他和他的學員一起出席活動 被問到密密接觸 咦 是不是夠錢開牙醫診所了 那他亭鏗就自己說 我沒計過賺了多少也不會理 因為我已經花了兩份工作 即牙醫和藝人這兩份工作 要計算會很複雜的 我掃口又不聰 交給家人處理 不過我另外起出妄外的是 今年自組公司之後 仍然獲得客戶的支持 唯有打下這個強心針 美中不足的是 我覺得自己音樂方面做得不夠多 所以對年尾的頒獎禮 也是平常心地面對 好了 到這個阿Dae的人氣 當然也很厲害 未贏也已經有很多工作 問到他有沒有信心 在《全民造星》那裡 贏呀 贏第一 阿Dae表示信心不大 至於誰是強敵呢 他就說 大家的實力都很強 又美女 平常心最重要是表現好自己 希望阿Dae真的做到了 由ViuTV搞的《全民造星4》 就踏入了25強 將這25個人分了5組 分別由Lokman、阿Jer、AK、肥仔和阿Dae大隊 率先登場的肥仔組 就有294.4分 到第二組出場的就是AK那組 拿得比較低的分數 只有248分 到了昨晚那一集 就到阿Dae和Lokman一組表現了 誰知 結果差天共地 說回阿Dae的組 阿Dae的組 其實阿Dee一聽到組員 在介紹他自己想表演的項目的時候 就馬上已經投降了 蛤? 這個項目很棘手 不做得不行啊? 結果真的 阿Dae又有重大的失誤 加上整隊人的表演都不齊 令很多人都大失所望 肥仔簡直聽到皺眉 許廷鏗聽到頂頭 連阿Dae都兩隻手掩著臉 唉這樣 到了給許廷鏗評分的時候 就更加承認 許廷鏗說他很生氣 他說 好生氣 生氣的是以為大家各自可以做到 誰知跟預想就有些距離 但你想告訴我 預想應該要這麼高的 結果阿Dae的組 只有236.6分 即是 暫時來說 就這麼多三組最低分的組 意味著 其實就是 肥仔的組已經可以 穩固了 這回合可以不用淘汰人了 阿Dae他們的組表演完之後 當晚還有Lokman那組表演 選擇了唱Rap的原創歌 那首歌叫正傳 說服到現場所有人都讚 說你們好齊整 好有活力 手歌好好聽 許廷肯更加大讚 本身聽到那個Rap 我都有點擔心 但我又看得挺舒服 最終 表演是這四隊中最高分的組 有316.2分 由於阿Dae的組 在四隊中的分數是最低 換句話 至少都要淘汰兩位成員 另外還有人發現 在預告中 現在只差阿Jer那組 還未出 見到阿Jer爆哭 就擔心死了 不知道最後一組 會不會重戰底呢 大家都紛紛猜測 在要淘汰三個人的情況下 方方又是否可以 繼續留方八世到決賽呢 很緊張 其實整個節目來到這一集 看到很多表演都很有水準 越來越好看 不過一定是 決賽位 參加到決賽位 一定是最精彩的高潮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呢 有看的你們又支持哪位參賽者呢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到這裡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與費贊助 拜拜